欢迎大家回到澳门丁台EP480集 我们今集又是听众的投稿 主题就是女同事有被追求妄想证 是一位男士主投稿 是不是有个女同事就常常觉得他追他 觉得每个都追我 你都不差再都想追我 我那天见到你 那天你上班和我说早晨 你一定喜欢我 常常上班和人说早晨 那样糟糕 个个都喜欢 你常常跟人说早晨 你一定喜欢别人 我上班和人说早晨正常 有谁上班不说早晨 但是他说到他好像这样 比人喜欢别人 妄想证也行 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真的女同事有妄想证 还是真的很多人喜欢他 一人来看看 听之前先来邀请大家 给个赞 支持一下给我们动力 Youtube听的可以订阅我们 还有个钟哲的身边 立即通知你 Apple Podcast 和Splify听 给个五星 我们来B站听的一件三连 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看到左下方有个IG平台 还有微博平台 还有大家投稿一些感情烦恼 还有一些奇趣故事 上面我们看到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欄就会看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很感谢Youtube 和我们超级感谢 还有B站充电的朋友 B站已经213人和我们充电 还有一个人加入大航海 K老师和阿荣都开了小红书 K老师的小红书就是澳门电台K老师 阿荣的小红书就是 飞梦肥仔澳门电台阿荣 大家快点去关注他们 谢谢 在这里宣传一下 如果有需要私人一对一感情咨询 到我小红书首页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 谢谢 今天这一篇就交给阿力来读出 再说一次题目 就是女同事有被追求妄想症 男市主投稿 31岁 他就说事情本来不复杂 年初部门来了一个新的女同事 我就叫她做A 她未婚的 未有男朋友 颜值就一般 身材都一般 唯独性格就超级自信 她住就住得比较远 来公司比较远 每天都要搭大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市区 然后再换成另一趟公交到公司 而我本人已经结婚了 住在市区 因为我老婆上班的时间被我做半个小时 所以我每天都会开车 开车送老婆先上班 送她上班 然后再回到公司 时间就刚好 我结婚前 都是很奔波的 每天都要搭公交 通勤一两个小时才回到公司 所以很理解 这个艰辛 应该女同事要搭车的艰辛 或者早上大家要搭巴士 自从老婆公司回到公司的路 刚好会经过A在市区的 换成的车站 后来那几个月相处了 我一顺劳 说假如见到你 就顺便送你回公司 你又不用迫工交那么辛苦 然后有时她就会问我 要不要喝杯奶茶之类的东西 后来说说说 平时接她回公司 帮她省了不少交通费 可能已经车了她 车了两次 女同事要喝奶茶 应该是 省了一些交通钱 偶尔就会请我喝奶茶 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我也觉得是 帮人是正常的 要的 人家不是送纸 计较做人 没问题 油费也是钱 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我也不知道 你买杯奶茶也好 你买杯油 入回给她也好 什么都好 都要买 入回给她 我买杯油 你入回去 哈哈哈哈 是 给50元 有钱 她 觉得没什么不妥 也觉得 这个同事也挺懂得做人 是的 我平时会买些零食给同事吃的 有一次 A就回到公司的路上 记得她 记得她 很喜欢吃一个牌子的草莓干 然后我一次上网买的零食 刚好看到她 就顺便买一包给她 然后上个月 我报盘爱出旅游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自己过去吃了饭之后 我就去湖边 在哪里吹风散步 顺便跟老婆微信聊聊天 哇 突然间 A就从我后面 走上来 就拉我一下 我的手 我立刻放开我的手 我也吓了一条 无端端有一条女儿 拘捕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开始表现 show time时间 show time 等一下 show time 你跟老婆在微信中 不是吗 是啊 很害怕啊 应该是那些余音输入 不会是 什么 椅子 噢 可能是 可能是 那个打字而已 OK 是啊 那开始她表现 A女儿笑咪咪 有些神秘地跟我说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个想法 是不是 那她就立刻 我就懵了 到底 到底A呢 是黏了哪一条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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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直接 哭得好笑 哈哈 黏了 一巴 没得一巴 如果她黏了哪一条线 给我就会这样 是不是 是啊 不是我应该不会 我试嘴就会 她的心想应该是这样 但发觉她不是同事 她可能真的黏了线 关心过去 是啊 你怎么问啊 你是 你是 你是不是黏了线 哈哈 怎么问 哈哈 不知道她怎么问 是啊 我问她有什么想法 你还跟她黏了线 还聊得完 笑什么 哈哈 嗯 她是问她 问她有什么想法 是在说的 因为A刚才不是说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都有那个想法 是不是 她问她是什么想法 你说什么 是的 她说什么鬼 反问她 是的 我究竟我有什么想法 在你的脑子里面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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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想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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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想法 大家做什么想法 继续笑咪咪的说 你还在这装扮了 我感受到 原来是 继续是她 我感受到 好了 你对我是有意思的 你明明是对我的身子有常法 是不是啊 嗯 是啊 是咯 我觉得是咯 是咯 我代她回答 是咯 对着她瘋子 难道她跟她说 你不是瘋子的 这样 你直接说 没有啊 她斩齿你怎么办 是啊 她应该都是视着 啊 什么事啊 我屌 什么身子有想法啊 屌 是不是喝多了啊 刚刚吃饭 就喝了那两杯啤酒 你就 冰了 上了头了 那 是不是就变态 那 我对你的身子有想法 我对你的身子有想法 顛台也没那么疯啊 哈哈 还把我招 不关我事啊 是啊 我路过 听你说的 是啊 继续吧 那事主呢 就问A 是否有什么误会啊 我对你呢 完全没有想法啊 A就说 还说没有 你的男人 比女人 还要厚是心非啊 很难交通啊 那女人 人家说没有啊 你去街市买菜 买水果 问了一条香蕉多少钱 啊 20元一条 不买了 哎呀 装备你呢 厚是心非呢 明明有钱 又在这装扮东西 那 给钱吧 是啊 逼够你嘛 在你的铁墨袋上 对 我帮你拿银包出来 拿20元出来 哈哈 不是啊 没有啊 哎呀 还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 想怎样啊 人家都说不好 说人家厚是心非 我真是吹脏 那女人也是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厚是心非 是 继续啦 那个市主就说 不是啊 我真的没有奇怪的想法 哎呀 你可能刚刚喝多了些啤酒 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 在湖边吹风呢 会吹到你的头 吹到你的头痛 吹到你的头痛 吹了你 正常喝完酒 吹一下风是醒的 为什么 那女人好像越吹越蜂 那样 还是本身已经不是蜂 真是瘋 入蜂了 是 老山风了 继续 A就说 这句话很长 他说 我看你 好 不是对我有想法 是不是 我这句话 不明白他说什么 我看你好 不是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总之他也是坚持说他有意思 是 坚持应该是 还怕我头痛 你怕我头痛 就是对我有想法 救命 说什么也错 怎么办 应该说什么 还要继续我 还要继续我 刚才说了 他说什么 你又要担心我喝多了啤酒 又要叫我回去休息 那么关心我 你怕我吹到头痛 又觉得我头痛 对我身体不好 你不用怕我吹到 一会儿我吹到你 吹到你不了不了 到时 我又被你搞得很痛 对 不是吹到 我继续说 你还怕我 又是A女说 还怕我头痛 你不是对 你喜欢我 就对我有想法了吗 那你说 我们是什么关系 就是同事关系 神经病 事主也是这样说的 不是不是啊 我们是普通同事 他说 嘻嘻 你还是口是心非啊 普通同事 你会这么关心我吗 是啊 还送我上班 还会 买我喜欢吃的草莓干 是吗 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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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表现得很瘋 像一巴掌 是 我意思就是这样 原来是我的问题 是啊 是你的问题 读得很八婆 那我又继续这个八婆的 有钱 你继续吧 是啊 你还买我喜欢吃的草莓干 我买给你一杯奶茶 如果你不是接受 你怎会喝光 一定是喜欢我 是不是 是不是 市主 就 彻底了 我真的彻底了 懵逼了 懵逼 是啊 他又没有解释 之后 讲什么的原场 后来他也有继续解释 大概意思是 纯粹因为自己以前 都是搭这个公交上班 知道辛苦 自己顺路才搭上去 他 奶茶那些 明明是他说 那个女儿说自己 我帮你 那个女儿说 你帮我省了不少路费车钱 我就买来搭借你 怎么会变成对他的身子有企图 真是有一个经验 阿屌是不是那个 之前我们好多集 之前说过 什么秋天第一杯奶茶 他会不会是秋天请你喝的 哦 你会不会是秋天 车他上班 人家秋天 一秋天 立刻买一杯奶茶给你 然后你又喝了 哎呀 你想抽插我 他应该试探 如果今天秋天 买给他喝 他喝就是想抽插我 不喝 他就是 对我没意思 但是你买给人喝 一定喝 难道不喝呢 是啊 只要女儿 喜欢想什么都可以 夏天想抽插我下面 春天喝就很春想抽插我 冬天呢 冬天是什么 冬天 暖住一起大家的皮 就互相抽插 我不知道 冬天想不到 突然间 我想不到 我也代入不到他想法 大家想到冬天的奶茶 可以留言说一下 发挥你们的创意 麻烦 市主说 那女儿真的有惊为天人的想法 再说 哪怕她的样子真的生得惊为天人 都不至于这么白痴 要对同部门的女同事有企图 他说我 市主说 不会这么白痴 对同部门的女同事有企图 公司很多人都认识我有老婆 甚至A本身都知道公司有些人 都认识我是有老婆的 他到底哪里的咨询 觉得我对他这么疲迷 我解释了一会儿 他也是觉得我讲大话 骗他 还问我是不是怕公司的人知道 怕不好意思 或者很疯狂 很疯狂 真的服了现在一些小年轻 刚刚二十多岁 年轻 认真致暖起来真的忙我 后来回到酒店继续旅行 A女还发微信这个讯息给我 她还说她不会被人发现 不会被人发现什么 很想知道 不会被人发现偷情 将会偷情 是刚刚在湖边的告霸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了 我要慢慢吐槽 你等我一会儿 她说什么 她一句又说我不会被人发现 她已经当了她和她在偷情 人家明明 在湖边 在湖边拖又没有拖 又没有打什么都没有做过 人家一大堆东西在解释 说没有对你 没有什么 下一秒就跟人家说 我会手臂 是不是short go 我刚刚跟你在湖边的东西 我不会跟人家说 什么湖边啊 没有东西 行了 我不会跟人家说 笑到我好热 继续了 她会手秘密 应该是手秘密 她更加难理解 A就说 我平时对她这么好 这么关心 工作上都帮她忙 所以 就不会反感对她有企图 因为A女知道和理解 已婚男人的需求 说我有这方面 是很正常的 是的 那晚呢 就被她搞到那些仗义和尚 摸不着头脑 真心不明白 这个平时的规规矩矩 她为人处事 欺负到好处的好女孩同事 是不是在湖边撞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幽默啊 蜘蛛 可以 是的 应该 是的 应该是 我觉得都迟 很难有人这样 互相坚持 通常我们讲这么久 电台都是说女孩子很矜持 或者她最多都是 之前说过什么 穿睡衣给你暗示 女孩子一想还是暗示 哪有人是她这样 不会说到出口 我腿已经抹开进来 不会 哪有人这样拒绝你 那些女孩子 还是暗示地拒绝她的 逃跑了几千丈那么远 这个女孩 摸不走 还有在湖边 我觉得如果是床边 她应该不会说 你喜欢我 你是不是想上我 来吧 进来吧 不用害羞了 幸好在湖边 不是床边发生这些事情 是的 那什么湖 留意一下 是啊 你上网搜索一下湖 是不是几十年前发生的 可能 可能那些电台粉丝听完 就 我去一下湖才带一条女孩 是的 也可以 你也分享一下 这个湖 挺有用 是不是 你不一定带个 好像A的条件去 你带一些正一点的 是的 那你就可以开心 晚上可以 是啊 过几年 这个就变成情侣湖了 全靠你了 哈哈哈 但是有些人说 带女孩去 那女孩就会突然 震一震 哎 就会跟你告白 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哈哈 是啊 好吧 继续吧 还是呢 在湖边被野蜂吹锁了 后来呢 上班 我也是接她 接了她 上班 是日工的 中接啊你 你不敢 哈哈哈 你 為什麼要中接啊 我不明白啊 為什麼 我覺得 要接的 如果你不接 你不接我 我 你特意避开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有东西呢 本身我觉得没有东西 但你不接我呢 我真的觉得有东西 哈哈 哈哈哈 我会很生气 她那天这样说的 我下次见到她 我见到她站在路边 你转行就冲回去 哈哈 不是 没有办法 哈哈 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想怎么 我 可能开过去 停车之后 咦 等车啊 慢慢等吧 仆佳 走 哈哈 是啊 下雨那时候经过那些水溝 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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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然后回到公司 你濕了啊 看到我濕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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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回一会儿 当然是做些坏事 她才会生你的 才能拖掉 那条鱼 对 还接她上班 不知道 会不会是我的说法 还是怎么样 还是 公司同事觉得 你们一直在一起回来 正常没什么 突然间你不车她 是吧 但给了我就会说 最近 换车啊 这辆车 或者有些问题 或者不相信老婆 转了第二份工 转不到 要在公司另一边 车不到你 就行了 随便找職合 说那些副架 被湖边吹烂了副架 哈哈 副架撞鬼 那个室外撞鬼 除了司机位 其他位都撞鬼 我问了师傅 那些鬼就是坐在我旁边 哈哈 但是他就不会搞我的 哈哈 他就是搞乘客 哈哈 搞坏你搞到你疯了 哈哈 后来 他就说老婆换了公司 现在不顺路 说以后了 车不到她 车不到她的女同事上班了 也好 A就说不要紧 不要紧 他说呢 唉 他知道呢 我是找藉口要逃避她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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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瘋啊 那条女 好弹啊 那条女 那他就说很聪明 说到这里 我刚刚笑声 又想起 又说回云的那条仔 哈哈 哈哈 有云做好心了结了我生命 哈哈 不要再烦着我 哈哈 应该是 市主应该是想铺回这张图 是啊 哈哈 那条女好瘋 我说很聪明啊 那我 我想他这里应该是反语的 是的 那条女的这么笨啊 我说 只是这种聪明 貌似用力过满 还有用错了地方 那我跟他解释了几次 他呢 都是不相信的 依然呢 坚信呢 我对他是有想法的 后来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幸好呢 他平时呢 上班的表现呢 都是正常的 那不然呢 他就会被我 就是 我就要被他击死了 那这段时间呢 我都可以避开他 避开他了 那反过来呢 A呢 就偶尔都会微信找我的 问我 啊你为什么要避开我啊 那他就哭笑不得了 是的 你现在呢 就可以用回云的那句 是的 是的 你可不可以了结了我 你做一下好心 了结了我生命 我不想再被你纏住 然后呢 他就已经说 嗯 你想死 然后你就说 你是不是想着跟我一起信情 然后又好像唐八糞 阿石楼姐 做对双宿双妻的鸳鸯 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然后我就会好像对穿墙那样 噴血 不要再说了 好了 那事主呢 所以呢 我呢 只可以直接无事去说些东西 或者无事去微信找我 那主持人呢 应该呢 就没有遇到这麽奇葩的人吧 除了无事呢 有没有其他奇思妙想 可以把这个小女孩的脑子 抢救一下 是的 我这一刻大力是没有的 要打破一个痴线 不是 暂时科技好像未有换脑手术 好像未行 是的 要打破一个痴线 要比他更加痴线 是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 我都未至于那么痴线 如果他真的痴线 是没有的了 是没得救的 就是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 从一个他未必是痴线去讨论一下 是的 就是他可能是真的 他很难不是痴线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遇到那麽奇葩的人 或者故事里面的A女 我好像没有的 正常女女都说好笑 很主动 主动还要说 你是喜欢我 应该都没有了 应该 没有 世间难求的这些人 是的 这样都被你遇到 我真的恭喜你 这个很难遇到 遇过那麽多女 真的没有 基本上只能够 可能有一两个最接近 都差你十万九千丈 最接近都是 他很热情 他经常找你聊天 是的 有时你敷衍应他 他都会觉得 不是 没问题 你正在忙 主动帮你找藉口 总之 你做任何事情 是坏还是好的 什么侄都好 对他敷衍冷淡 还是怎样 他依然如此热情 对你的 最多都是这样的程度 不至于他直接说 那些什么表白 或者说 你是喜欢我看什么 不至于他去到这 表白也有的 但是那些女的 我说的 决定性不同的点就是 只要我说一句 我对你没有感觉 他一定会走 这个正常女生 会有的反应 别人都这样 都在我当面说 没有感觉 我怎么都伤心 怎么都伤心 哪有这么有自信 不是的 你一定是 欲擒故纵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擒我 我明白的 你的男人都是这样的 厚是心非 男人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回答了你 是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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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帽子 怎样救他 是帽子 你先收集他的资讯 看看他以前有没有 他不喜欢什么人 例如不喜欢男生是怎样的 例如他貌似是 你体贴 又车出车入 又或者送小食物给他 外表入手 他不喜欢那些人 扔头扔到 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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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很大 你扔起来 扔起来 要不要上班 我不知道 要上班 他又没有说 如果你上班 是扔的 或者扔 或者穿衣穿 外表上做些他不喜欢的 不过我可以再讨论 先讨论一下 很明显的男人 是完全没有任何不轨的企图 是走得正 站得正 那女人无端端都会弄出微信 哎呀你为什么避开我 很曖昧的 万一被老婆看到 那我们讨论一下 那要不要先先步避一下 老婆说 公司有个瘋婆 先跟你说定 我跟她没事的 你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 嗯 不说 要看老婆的性格是怎样的 就是如果老婆是相信她的 还有很言良熟 就是 不会多疑 直接说 那你说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的老婆性格是多疑的 那一跟她说 不要 那她的老婆就会想 啊 这件事 其实真的 会不会又是另一个烟幕来的 她先步避了 其实有另一个女同事 啊 那我放下了戒心 其实她跟另一个女同事去 去发生这个曖昧 就是想很多东西 是吧 可能你老婆 是的 要看她老婆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如果 就是我不知道她老婆 我就先 不说的 但是 就是我会不说 但是会看一些记录啊 有没有剧下图啊 就是这样 或者是必要事 或者是跟其他朋友先说 先笑一下 然后 看看 问一下其他朋友的意见 她是否跟老婆说 是的 那些女人多疑 那些是后视心非 是的 嗯 那 我也觉得好像 不说好一点 因为始终 我也是不想这些女人乱想东西 那就 就这么好 是的 这个阿丽哥的考量是挺好的 是的 很少女人这么理性 可能她怎么都会想 就是说 你真的有得吃不吃 你这样铺鼻 是不是那些什么 计中计 可能这样想 总之很麻烦 但是你也要小心 就是 因为无端端半夜 传一条讯息来 我很想念你 那样 那样 你怎么都 水洗都不清 那样 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 可能要做些事情 令她讨厌你 不搖眼 譬如 但你已经不用车她 即是 现在这一刻你不用车她 不用做些什么 那一段时间她就 很难说 痴痴地 可能那一段时间她又会找你 因为 尤其是她的老婆 我本来想 如果她是单身的 有条女 不如 那你就车帝的同事 等她 看到 你车帝的不车我 可能她就会死心 但是你老婆又 好像不太方便 这样做 而且她已经 直接不介意跟你 有分爱情的感觉 唉 真的 有没有 公司 把桌子放多些 老婆的合照 表现出 我是 对老婆很好 喜欢她 其他人没有什么想法 对其他人 不会有其他想法 对其他人 立了一支旗 给大家看 还有 让女儿知道 是这样 应该可以试一下 可能跟着女儿 就会 走过来跟你说 你是不是 怕被公司的人 发现我们的东西 所以特意做一些掩饰 哈哈哈 够命 我就说够够命 想怎样 哈哈哈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叫女儿了结了你生命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 想不到 有没有什么 搞定她 嗯 嗯 真是 考起我们 这个 叫老婆上来 公司 即是偶尔中上来 送一下 舖头 见面 给她 我刚才想 我刚才想 为什麽 跟老婆说 因为如果解释老婆 是理性 少少 即是 你走得正其一正 你从来不偷吃 以后都没想着偷吃 你连到什么手机 什么全部定位 什么都可以给你老婆查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好像可以 叫老婆帮忙 就是什么 可能刚才说 上公司 宣示一下主权 或者有次真的约她出来 约那条A女 然后表面上单独约她 出到来 叫老婆出来 三个六面跟她说清楚 我老公跟我什么都说完了 你现在是否在玩 即是你现在是怎样 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抢人 即是怎样 三个六面跟她说清楚 即是 如果那个 那个事主 真的想跟她偷吃 即是按A所说的 真的在这裏 什么办法 一定对我有意思 你想偷吃 那他不会跟他老婆说 即是我也跟老婆说 我叫老婆出来跟你 有什么你跟我老婆说 你没有跟我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定是绝招 如果你老婆肯做 一定是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不信她老婆说 还可以有什么认 我们想想 她老婆跟我说 你是不是现在要 你相信没有 你相信我老公不喜欢你 还有什么 这个大前例 要老婆是比较理性的人 即是 或者好像 K老师的方法 你不一定出来说 你不是 譬如公司有什么活动 你带着老婆 我说 嘘是恩爱 哎呀 如果他明眼看得一看你们 那么恩爱 他女儿看得多 觉得有点难受 就说 好吧 我退出你们的关系 然后市主的心想 你都没有进入过我们的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做给他们看你们是恩爱 对 对 让他们知难而退 嗯 是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真的想不到 真的 真的 突然来到这个问题 既窮了 哎呀 终于有点难受我了 是啊 他怎么有这么自信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 就是市主拒绝了他 应该五六七次了 都可以 或者你侮辱一下他 可以吗 可以侮辱他 例如我举例 他又说了什么 你男人口是心非 那样 那就是 你跟我对话一下 你说那句 就是你做了 你喜欢我的 你说不喜欢我 嗯 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 喂 阿A 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不是没有人追求呢 你要用这些方法去追求 什么 你这样说我 即是怎样 我 你做我男朋友 就是我不明白 人家说那么多话 告诉你 你都死前难打 你是不是追求追求到没有招 你只剩下这些烂招追求呢 你这样是追求不到的 你要追求 你去看 你在图书馆找一下怎么追求 找本书 你自己学一下好吗 你这招这样不成功的 不要以为这样死前难打 对我追求到仔 人家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你讲不喜欢 你听名道 广东话不懂 要不说普通话 要不听英文 要不听英文 要不撞鬼 你对我很差 我走了 应该就会离开你 对 你侮辱一下他 对 这些很有自信的人 你打击他 应该就会被你侮辱 对 你虽然是同事 可能有机会合作 但是 这个女孩这么狠狠 那么疯狠 合作不方好东西 你没有人理他 罵醒他 最后骂完他 他就说你省省定定 你别人做事 做到瘋狠了 在针对我们 是什么 你省定点 总之以后就是这样 要说 最后他什么 做事 做事还做事 麻烦你搞清楚 分开 凶些 你是不是太临线 你是不是那些 有些男孩 对过女孩 都是那些很乱 习惯了细心体贴 你不是特意对他 但你个个都是这样 有些女孩就会认错 可能 你刚才说的内心 你是不是痴痴了 但你根本没有跟他说过 你跟他说 不是 我没有这个想法 就很冷静地说 可能别人还没认识到你的意思 你把你内心的小语就爆出来 你内心的小语 没有小语 不是 他不会 即是 即是 你会表达出来 告诉他 你别人瘋 你别人再瘋 就是这样 再瘋我 现在旁边有警察 和你一起坐在那里和他谈 警察应该会好想法 你带个瘋破 不是 阿sir 他纏着我 说的都不明白 你帮我说 我说不喜欢他 然后他说我口是心非 前任我整天 那怎样 这些男女问题 阿sir帮不了你 现在不是男女问题 他现在跟踪我 你有没有证据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不是他是不是真的跟踪你 阿sir你是不是玩我 正居就是眼前 他现在不是跟着我过来 我不是把他过来 他跟我过来 你好像说得很对 你可不可以拘留他阿sir 我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跟着我 我不想回家跟着我 你带他回家先 他有说过 不是A 阿sir有说过 这个女孩不是生得很漂亮 会不会生得漂亮些 身杀好些 可能有另一个故事 会 我觉得会 会 是吧 会的 就算不会有什么偷吃的东西 我觉得事主都没那么激气 是不是 都对的 有个美女同事 突然跟你曖昧一下 你都会开心 就是感觉 刚才会 你女孩不是瘋了 是不是被撞鬼 是这样的态度 如果是漂亮些 大波的 E級的 很漂亮 身材又正 在湖边那样跟你告白 他不是发烧 我要照顾一下他 今晚 可能他不想偷吃 可能我说真实一点的想法 可能事主都会变成 哎呀 想不到我都挺有魅力 这么好条件 都喜欢我 可惜我结婚了 可能会冷静一点 还有有些虚荣心 优越感 有一个这么好条件 都喜欢我 但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普讯女 可以是 普通自信女 就是这样 你知道普讯男也是 很厉害的 普讯女也是一样 对吧 希望这些方法可以帮到你 如果没有就靠下面的留言区 各位 是时候出手了 各位 不要等了 你的创意 今天是很适合发挥的 大家搞一搞老汁 怎样可以帮到这个事主 我们听众投稿 你可能留完言 他真的出招 可能真的有下一篇投稿 是不是 搞定了 我吃了一条女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天他吹得很厉害 不是 他说 喂呀 那只鬼 那只鬼是能够的 吹得够的 那只鬼是能够的 是吧 是啊 你留言 搞到一些方法 他说一下 告诉你那个湖在哪里 哈哈 不是 那湖真的可以说一下 是啊 是吧 那湖 大一点雷去去 嗯 好吧 希望各位 出奇策 各司奇策 帮下有事主 我们就出尽招了 没有招了 我们现在 各位请出招 希望可以 或者女听众也可以 出一下招 或者说一下 喂 一个女生到底 有什么招数 可以令到她 知难而退 或者怎么样 总之令到她放弃 到底有什么 可以令到她放弃 到底是做些很认真的事情 或者 好像刚才说 我骂她 侮辱她 或者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呢 大家多多留言 那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